油炸小鱼 我炸了18年了 哦 炸了18年 嗯嗯 这种炸这个小鱼要用什么油啊一把 用好油菜菜子油菜 菜子油菜 哦 大豆油不用 我们不吃大豆油 不吃大豆油 大豆油闷的 吃不官 大豆油有一种味道 有一股味道 有点闷的 哦 不好吃 不好吃 但是我们吃穿的菜子油 菜子油 哦 炸的什么 小鱼 哦 小毛鱼 嗯 这怎么卖啊 有20 21斤啊 嗯 那我拿 我拿 行 好嘞 你们这美食都藏在这种 哈哈哈哈 鸡脚干哪里啊 哈哈哈哈 鸡脚 鸡脚火锅 对 鸡脚火锅 这里边 在外边 蒙脚碗冬盖 哦 我先没听清楚你的话 哦 我常见六月派办站的 哦 吃在个小区里边 这就 干上 干上 干上了 一蒙 往蒙脚碗冬盖这个角就锁了 哦 你这个现在 鸡脚炸出来 这多少钱一斤 二十 二十一斤啊 二十一斤 我要半斤可以吧 嗯 我们的微信 你的微信 要钱是吧 哦 哦 那我就要十块钱呢 我给你钱 我 我待会儿配着其他的东西吃 这个正在那边 我就在那边住 哦 行 我们待会儿去找一下 这个锅是炸什么 这个锅是在这里炸 不是在这里卖 我还有铲油 还有虾 还有熟肉 哦 把鱼卖完了 我又来炸 哦 你这个是属于后厨房 在这炸 哦 在前面卖 嗯 嗯 要十块钱啊 十块钱的 这种小鱼 也要把他肚子里边的东西给去掉了 要去掉吧 肯定要去掉 要去掉吧 哦 是 我还没炸 所以我炸过去 我就带你 跟那不得远了 只一站一站路了 哦 就在我那条该做 在那 在那边卖哈 我常见的 晚上去先炸排队 哦 晚上排队 排队排队 那你这个正常炸是 正常炸 您是直接炸熟 还是炸个六七分熟 再回炸呀 炸熟 出去这个买 要炸熟啊 哦 买的时候还要再复炸一下 炸碎 炸熟有蝦和蝦有熟肉 哦 你们这次吃了个鱼的火锅是吧 对对 哦 成都的美食太多 成都美食太多了 成都美食太多了 起码要吃就要起码半年 半年还不一定能吃得完 对对对 很多藏在小区里边那种 老小区里边的那种 蒼蝇小馆很多 哦 那种是最能 最最最最有感觉的 哇 这阿姨过来买吧 你出去这要做的 你出去买菜了吗 都买菜 买了 一间拿水先来 都在这里炸熟的拿出去买 我在这里买在这里炸熟的 花姐们海姐们拿出来 没拿出来啊行 你要叫自然 嗯 有自然吗 这边有 有就加在自然面 就加在自然就是 对就加在自然就可以 我没拿出来 你妈说上吗 你妈就点蘸过 味道好厉害 味道好厉害啊 哈哈哈哈 是 不是给你撑起来 卖了很多年了 大大爷讲是吧 哈哈 好 等一下你上一天再说 好嘞 我画家哈 她一家没搞我拿出来 听懂了吗 我明白 吃嘛 随便吃 我刚炸出来的小小猫鱼 嗯好吃,这鱼还是刚打出来好吃,我感觉 对啊,吃半鸡,花椒面还想到最好吃 我给我拿出来,吃 尝一尝,尝一尝,不要啊 好的,你拿现钱我去吃 好了,我给你,我给你献钱,你正常在那边嘛,也不用,不用,不用微信啊 不用微信就会损失好多生意啊,现在很多年就是 到处帮你收啊,我旁边的摊贩又帮你收了 做了这么多年,从来不用二维码,只用现金,搞不懂 就喜欢数钱,就喜欢数钱的感觉 拿个钱钱好安逸 你吃了好吃 好吃,好吃 好,我给你转,我给你直接拿钱啊,好 那我们再尝一个啊 这种小鱼,其实这刚炸出来是最好吃的 它外面好像还是脆的 这种稍微在袋子里边一捂,它就软了那种 我们配了我们的火锅 兔子火锅 哇,这种鱼 其实可以直接一口进去,就不用吐司的那种啊 它里边是清洗过的 18年老店 嗯,好吃 小猫鱼 我们再来尝尝这个火锅 我们现在吃这个地方真的是 可能很多城堂都不一定能找得到的 在一个小巷 小区吧,很老的一个小区里边 兔肉火锅 我刚吃了两块真的 超级麻辣 特别嫩啊这个 我们这个环境你看,它就是一个 小棚子吃起来的 啊,好烫啊 我这个还是微辣的 但是还是感觉有点麻辣 嗯 兔肉火锅 没有多少人 中午没有多少人 他讲的说 晚上人多 然后这边又 来了一桌 一共这两桌 嗯 嗯,真的嫩 小毛鱼 这种是直接一口一个 不用吐司的 行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儿啊 好,再见